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捐赠的物资已经有好几批了 如百色市人民医院 广东惠州市疾控中心 还有武汉人民医院等等 廖顺喜先生呢 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帮助祖国度过疫情 来呼吁更多的同胞们一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 马来西亚顺喜公益基金会此次所捐赠的口罩中 有4960个属于医用N95OA类型 1000个属于普通医用类型 其中1000个普通医用口罩 由市红十字会转赠给新一市容媒体中心一线记者 其余医用N95OA口罩 将由市红十字会转赠于新一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组 并由物资保障组按上级部门安排部署统一分配 民生心意 记者报道